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为了帮助企业及商家记录用电情况 推算较合适的契约容量以及拟定可能的节能方案 台电公司在去年年底已经完成全体高压用户智慧型电表的装设 以及1万户低压用户的实行 5月15号,台电公司主办了AMI新纪元与应用研讨会 希望将今年定为AMI元年与企业一起推广智慧型节能 与世界的潮流同步 为了提升供电系统效率,协助用户节能管理 台电公司从民国97年开始推行AMI智慧型电表基础建设 并于102年年终完成全台24000户高压用户的装设 5月15日,台电公司主办AMI新纪元与应用研讨会 希望邀请用户和能源服务业者共同携手努力 打造三营的局面 所以我们希望借这个会来告诉大家 有一个入口网站也告诉我们的高压用户 将来他可以从这个入口网站得到他的资料 那么得到资料以后怎么办呢 就可以从这边了解他的用件形态 哪边是可以省的 AMI技术取代传统的机械式电表 能够详细记录各项数据并提供分析 帮助用户推算较合适的契约容量及规划节能方案 将电力的浪费降到最低 台电公司也将会发展AMI入口网站线上电能管理服务 帮助用户查询资料并选择最佳管理方案 为了提供用户的服务 我们也建制了一个叫做高压用户的服务的入口网站 也就是高压用户可以随时上网下载 他的过去用电的资料 他可以自我分析 新时代的电力公司不只要稳定的供电 节能减碳及负载管理 更是企业的使命和责任 透过AMI的建制 未来台电不只能协助用户进行用电管控 更能因此降低尖峰负载 节省发电成本 可说在节能的落实上 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台电公司台北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